实物上来推演大型社区感染之后 市政府处理的能量 假设模拟各种状况 模拟这些状况以后 有些人提出问题 有些人要提出解决的方案 台中市长卢秀燕和高雄市长韩国瑜 先后宣布将针对封城兵推演练 像是台中市将在25号上午选在市府内兵棋推演 百人以上社区感染 至于高雄则是在市府两栋行政大楼 模拟有民众染疫 但两人提出的封城宴恋却被污名化 韩国瑜为此还自嘲是封城秀级的弟弟 封城不及 就连卢秀燕也被绿营炮轰 是封城秀燕 要听从他而不是自己要凸显自己 这个主张结果会变成一个封城秀 绿营立委痛批就怕造成民众恐慌 另外同样要兵推的台北市 难道也是封城科匹吗 但其实早在上个月底 基隆市长林佑昌也曾带领市府团队演练社区封锁 社区的水供污水达到消毒的效果 找来卫副部长陈时中 就连行被市长侯友宜也到场观摩 并肩作战演练发生社区感染 立刻进行封锁 当时部长陈时中在台上大战地方政府用心演练 为了防疫六都是否兵推演练 做法不一 但同样是朝前部署 却引发不同声浪 也难怪遭质疑是双重标准吗 记者许玉文王百英台中高雄采访报道